製作再次教育 吉田·林明 我在編讀書 然後在11月的時候 是我開始準備書審資料的時間點 可是我在高一的時候 我是喜歡去參加各式活動 然後在參加的過程中 也會有很多的精力 還有學習到的東西 所以說 在高三要準備書審的時候 其實相對起來比較輕鬆的 那個一般的資料就是要儘量提早準備分類放好量 才不會後面找不到或是已經折損之類的 那個掃瞄起來就不好看 在準備書審最困難的部分應該是收集資料 因為其實兩年前的活動資料的話 其實收集來也不太容易 所以說在收集跟統籌的時候 花的時間是最多的 讀書計畫是最難寫的 後來還是多去問一些其他科學或是自己的專業老師一些意見 或是再看看其他同學大概是怎麼樣 主要是跟老師的詢問 其實面對教授的時候也不會很緊張 因為如果多參加一些活動 然後在小組分組的時候能夠上台發表的話 相對起來比較能夠適應在眾人看你的目光的那個壓力下 就是像跟平常大家講話這樣子而已 像是在G2030有一個那個G2012的前置活動 他就是要希望學生能夠自己帶領著自己的小組員 能夠一起辦活動啊 然後能夠一起做事情這樣 然後我是在那個活動擔任主持人這樣 在事前準備的話就是 第一個重要的是 培養好你的英文能力 因為在現在的話 英文能力是蠻重要的 然後教授也會希望你能夠展現一下你的口說部分 然後還有你的即時 即時翻譯的部分 所以說英文的話一定要從一個年紀開始準備好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郁達給我的一本書 他是針對書審的時候 有問到的題目 然後在那裡面的話我也做了 全部的題目 然後也有考出來 所以說我覺得那一本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培養說能夠跟老師互動啊 然後也可以跟 就是很多人就是 有公開演講的機會 當然不想再詳細聽